这一辆红色大货车和黑色轿车 当时货车驾驶员往返于第二三车道内 减时掉落的板手千斤顶等工具 事故车辆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示标志 驾驶员捡完东西准备走回来的时候 还回头张望过往车辆 就在这时后面一辆白色货车急车而来 猛地将它撞倒在地 并推着黑色事故车辆继续前行了一段时间才停了下来 后方车见状纷纷减速往两边避让 肇事驾驶员急忙报警求助 而此时被撞的驾驶员还能动弹 等救援人员将它紧急送往医院的时候 已经没有了呼吸 交警提醒高速上遇到事故或者故障 车辆无法移动的应及时在后方放置 人员及时撤离 千万不能在高速公路上逗留